台中市經濟有關團出北岸 台中市行大警官 廖家欣 施行大警告 被冤枉 台中市到底有多少警察是黑白不分呢 台中市在歐志強對到最近的經濟問題 認為這樣 電腦可以抓出有問題 不過那邊對議員提供的壓大來源 還有警衛處理的壓上還要暗貫什麼 檢風已經蓋入調查 就是這個撒棠的伯妖外面 正是台中市行政大隊 一堆的警官 廖家欣 社群拔轎 台中市警方在歐志強對講過了7點鐘 馬上就做出紀錄的免費的出份 不過說沒有歐志強的外面 明顯去讓人家打過 時間又是在9年的4、5月之間 跟發票案的議員 對療館一直沒辦法交代清楚 現在要把它撤掉 為什麼你把它撤掉 這裡有什麼 這不是我撤掉 這是什麼 手機錄的 手機錄的 這邊有油鍋 就放在你們的那個大門 對 你們來 加發票的記者會面上 議員對來源 甚至說是民眾走來的 甚至有說下半時間 有人等到家裡 另外說有一個高大案情的儀調 也無關於提供給警方 甚至警方要求要調外面的時候 也只是提供給他們一個空白的事例 對經濟連連出問題 民眾對治安越來越沒信心 讓警察跟派警察是怎麼來分辨 報出來你就曉得問題在什麼地方 然後就是有這個勇氣和決心 去面對事實 我們怎麼去分辨好警察跟壞警察 大部分的警察是好的 除非你抓到他做壞事情 台中市警方最近是真沒用 角頭王吉蘭命還沒破 因爲差的風氣暗強又一個一個在撥出來 報料的光是冰山一腳 台中市要請燉豚安跟經濟 不可以光顧民眾檢驗而已 記者 從他報導